小时就做出来了 两身牛奶加上一罐淡奶油 开最小的火加热 一定要教会你的对象啊 加入一侧海盐 融化在牛奶里 牛奶不要沸腾 手放进去觉得很烫就行了 多用几个柠檬 挤上一大碗柠檬汁倒进去 咸贵的用白醋也可以 然后就是轻轻的巴拉巴拉 你会发现有点像豆腐花一样 最小的火 给它静置七到八分钟 全程最小火不要煮沸 七到八分钟以后水乳就分离了 绿筐上套上大纱布 倒入已经分离的牛奶 下面颜色较淡的液体就是乳清 不怕烫的可以用手稍微挤一下 然后就是像我这样给它晾40分钟 放到冰箱冷藏以后效果更佳 打开以后就是瑞可塔芝士了 这芝士在外面真的不是很好买 这个芝士无论是做菜还是甜品 用途都非常广泛 你自己做真的是很简单 小番茄改刀加入欧芹 海盐黑胡椒橄榄油 还有白葡萄酒醋 拌匀 把法棍直接在煎盘上烤一下 在法棍上直接涂上瑞可塔芝士 铺上我们的小番茄沙沙 这个餐前小点颜值真的太高了 非常非常棒的七夕节晚餐前奏 我们来试吃一下 瑞可塔芝士非常香浓 再配上酸爽的小番茄 非常解腻非常开胃